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攻打他的哥哥 装弓 和结果失败 逃到弓这个地方 大家看 这一段很短 就从太书玩具到太书出门弓 只有两行字 但是整个这个过程都在这两行字之中了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 左撰他的文字非常简洁 这段咱们翻译成现代汉语 字数要多一倍还不止 所以第一次课我就讲到 如果你希望你的文笔优美 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习古汉语 下边继续看课文 书曰 正伯 刻断于焉 断不地 故不言地 如二君 故约克 称正伯 积师教也 为之正治 不言出奔难之也 这段也很短 这段的意思是在解释 为什么春秋经会这样记载 这个书曰 指的就是春秋经 咱们上次可说了 春秋经是孔子做的 然后呢 这个 左秋明 为他做传 做注释 所以叫左传 左传的内容呢 比春秋经要 丰富得多 他补充了很多 历史事实 也加了一些评论 这个地方 它就是书曰 就是春秋经里边 原来怎么记载的呢 春秋经里记载的这段事情 就是正伯 刻断于焉 这六个字 下边它就解释 为什么春秋经这么记载 断不地 故不言地 这个断呢 是弟弟 但是呢 他不像兄弟 不像弟弟 不遵守做弟弟的礼仪 所以 春秋经里边 孔子不把他称作弟 而称他为断 如二军 故约克 郑伯和断呢 本来是兄弟俩 但是 由于权力之争 他们之间的关系 像两个不同国家的国君一样 所以呢 在这用克这个字 称郑伯 积师教言 对哥哥也不称哥哥 而称他为郑伯 郑伯是很正式的称呼 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表明 左章就解释 春秋经这样写 就表明孔子是在讥讽他 没有对弟弟进行教诲 没有尽到做哥哥的责任 所以呢 在这儿呢 就是 春秋经的每一个字 左章认为都是有特定的含义的 下边 为之正治 正治 这个治就相当于现代汉语里的想法 或者说是本意 为之正治 指功课断 是郑伯伯的本意 不言出奔 男之也 就是使官对此呢 难于下笔 因为这个事情呢 确实 哥哥把弟弟打跑了 弟弟仓皇出逃 这种事情很 不合常规 所以呢 使官没有 就是孔子没有记载他出奔 这个地方呢 就是后世所称的 所谓春秋笔法 孔子做春秋 乱称贼子句 就是 他的春秋经 孔子做的春秋经 每一个字 都含着包扁 郑伯伯伯一言 这么简简单单的六个字 但是里面包含了孔子 对这两个人的谴责 对这件事情的谴责 下面咱们翻译一下这段 《春秋经》 《春秋经》记载着 《正伯》在烟 是由于使官 难于下笔 左段在这里解释了 《春秋经》的每一个用字的含义 下边呢 又接着记述 这篇课文呢 最有意思的 也就在下边 这一句话和下边这一比较长的一段 本来这个事情呢 好像已经完了 但是呢 后面呢 又起了新的波澜 咱们一块看 先看这一小段 《遂至将是于成影》 而《世之曰》 不及黄泉 无相见影 继而悔之 大家看这个句子呢 从头到尾 都没有主语 但是 从上文 咱们读到这里 一看很显然 这个主语呢 就是郑中宫 所以 于是 这个至 就是安至的至的一体字 这个不是通假字 这是一体字 这个安至 这个至字 在这里呢 还包含有放逐的意思 就是 由于 他的母亲江氏 在 他的弟弟背叛他 攻打他的这个事情中 也起了很坏的作用 想作为内应 所以呢 他把他的母亲 也流放 放逐到 成影这个地方 不但如此 而且 而世之约 而且发誓说 不及皇权 无相见影 不及皇权 就是 不到死 因为古人认为呢 人死了之后呢 都到地下去了 死了之后 这个 还有可能相见 所以他的意思呢 无相见影 就是 不要再见了 就是他活着的时候 再也不想见到他母亲了 发了一个毒誓 但是呢 这儿写呢 他毕竟是 母子关系 所以 下边 既而悔之 就是没过多久 他就对这件事情后悔 对他 这么发誓 后悔 但是已经发了誓了 古人对誓言是很重视的 这个发了誓 不能反悔 所以呢 他虽然 后悔了这个发誓 但是 好像也 不能再见他母亲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大家可以 看到这儿的时候 可以 想象 他的心理活动 中国的古书呢 就有这个特点 从来不记 心理活动 咱们看外国小说 经常有大段大段的心理活动 现在的小说里的心理活动 也是从这个 古爱的小说学来了 但是 古时候 不管是小说 还是 小说也很少 直接的 叙述心理活动 史书里边 就更少 但是呢 你从他的上下文 从这个人的表现 你可以 推想 他的心理活动过程 这样呢 母子之间呢 因为这件事情呢 就等于 彻底闹翻了 用今天的词来说呢 等于是断绝了 母子关系 但是呢 庄公呢 又为这个事呢 很后悔 觉得毕竟是他的母亲 所以呢 这才有下一段 引考书 为引谷疯人 闻之 有限于公 公赐之时 时舍肉 公问之 对曰 小人有母 皆常小人之时矣 未尝君之羹 请以为之 公曰 儿有母位 依我读物 引考书曰 感问何谓言 公欲之故 且告之悔 对曰 君何换言 若绝地极全 岁而相见 其实曰 不然 公从之 公入而复 大岁之中 其乐也荣荣 将出而复 大岁之外 其乐也异异 遂为母子如初 这段呢 也很简略 但是呢 他就叙述了 由于一个人的出现 想出了一个 巧妙的方法 使 装供母子二人 恢复了 正常的 母子关系 这个人呢 就是 赢考书 赢考书呢 是 赢谷 疯人 赢考书呢 是 郑国的 大夫 赢谷呢 是 郑国 比较 边远的 一个地方 在现在 河南 登峰县的 西南 疯人 啊 这个疯呢 疯人呢 是 官名 是掌管 边疆事务的 这个 官吏 文之 这个之呢 就是 听说了 郑庄公 有后悔的意思 啊 当然 他也包括了 听说了 他们兄弟之间的 矛盾 和战争 有限于公 啊 就是 有东西 献给 庄公 这个于 就是 给的意思 公 赐之石 这 很好懂 啊 就是赐给他 饭石 石舍肉 他在吃饭的时候呢 舍肉 这个舍 是 放置 的意思 就是放在一边的意思 他吃饭的时候 把肉 饭里边的肉 都挑出来 放在一边 啊 当时 这个 左专技术的 这个事情呢 离现在有两千多年 啊 所以呢 这个 当时的这个 社会生产力 很低 啊 所以肉呢 是很 比较宝贵的 他吃的时候呢 但是 本来赐给他呢 一般人可能 对这肉很感兴趣 但是他偏偏的 把这肉挑出来 所以呢 这个 庄公看了之后 也觉得很奇怪 就问他 公问之 啊 对于 小人有母 皆常小人之时矣 未尝君之羹 小人有母 这很好懂 皆常小人之时矣 我做的饭 他都吃过了 都尝过了 啊 未尝君之羹 啊 没有尝过 您的 这个羹 在这儿不是 汤的意思 还是 这个 熟肉的意思 后世呢 才 这个羹呢 才变成 产生出 汤的意思 请以 味之 这个羹呢 在这儿 念味 这是 赠语的意思 这个在古汉语里边 也经常这么用 啊 就是这个姹字 当 赠诵 啊 它发音是味 这个汁呢 显然是 带 银考虫的母亲 公曰 儿有母为 依我独无 这个郑专公呢 看到这个呢 就 发感慨了 啊 他说 你有母亲 可送 依 在这儿是 语气词 我独无 就是 我却 偏偏没有 所以呢 这个语气呢 是很强调的 啊 很强的语气 所以呢 前面有一个语气词 依 依 这个翻译的时候呢 可以翻译成 嗨 我却偏偏没有 啊 银考书曰 敢问何为也 其实看到这个地方呢 咱们大家就可以明白了 啊 银考书呢 他听说了 这个事情的原委之后 才来的 而且前面这个呢 显然就是他故意这么安排的 就是要引起 庄公的 这个新事 但是他这儿呢 还装作不知道 敢问何为也 啊 就是你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怎么你会没有母亲啊 人人都有母亲啊 这个敢呢 由于他是在跟君王说话 所以呢 他是用一个天词啊 就是 可以就相当于咱们现代汉语里边啊 我斗胆的问您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公育之户 这个语字 在这是第四声 他的意思是告诉 公育之户 就是公告诉他 装公告诉 银考书 为什么 我说 我 他偏偏没有母亲的原因 且告之悔 而且告诉他 我现在为这个事 非常后悔 对于 这个银考书呢 是早就准备好了 就等着装公说这 说这些事情 所以他说 君和换烟 您有什么可忧 可忧虑的呢 这个烟 在这儿就是 语气词 相当于现代汉语里的 若绝地极权 岁而相见 其谁约不然 这个绝 咱们 提手的那个挖掘的绝 若绝地极权 又是极 这个极呢 还是 到达的意思 就是 挖地 挖到了泉水 碎而相间 这个碎 本来是 隧道 名词 在这儿 用如活用为动词 就是挖成隧道 挖出隧道 碎而相间 挖成隧道 而让你们 在隧道里面相见 其谁约不然 这个 不然 就是 不是 不对的意思 这个 这个旗 在这是 加强 语气 所以这句话 意思就是 谁会 说这样 做 不对呢 公 从之 庄公 听从了 他出的这个主意 公入而赴 大岁之中 其乐也融融 就是 这个隧道挖好了之后 庄公呢 进到这个隧道的时候 他的心情和表现 他公入 就是进入了这个隧道 而赴 赴就是 作诗的意思 在这儿 他到这个隧道之后呢 由于他 心情非常愉快 所以作诗 说大岁之中 其乐也融融 非常高兴 将出而赴 他的母亲呢 本来被放逐到 一个很偏远的地方 现在呢 由于 银考书出了 这个主意 他的儿子 庄公呢 又和他 和好 是吧 所以他 心情是 更加的高兴 他 从这个隧道 出来的时候 也作诗 说 大岁之外 其乐也异异 岁为母子如初 于是 他们两个呢 就像 当初 的母子关系一样 就恢复了 正常的 母子关系 下边呢 给大家翻一下 这段 还有这个 这一句 就碎至 将是于 成瘾 于是 庄公 就把 将是 安置在 成瘾 而且 对他 发誓 说 不到 黄泉 就 不要 相见了 不久 庄公 又后悔了 赢考书 是 赢谷 管土地的官 他 听说了 这件事 就 找机会 献给 庄公 一些东西 庄公 赏赐 他 吃饭 吃饭的时候 他把肉 都放在一边 不吃 庄公 问他 为什么 他 回答说 小人 有母亲 小人的食物 他都尝过 却 没有尝过 君王的肉食 我 请求 把肉 送给他 郑庄公 说 你有母亲 可送 哎 我却偏偏 没有 银考书 说 请问 这是什么意思 庄公 就对他 说明原因 而且 告诉他 自己的后悔 银考书 立刻说 君王 您有什么 可忧虑的呢 如果 挖地 挖到 有泉水的地方 然后 挖成隧道 让你们母子 在那里 相见 那 还有谁 会说 不对啊 庄公 听从了 他的话 隧道 挖成之后 庄公 进去时 作诗说 身在 大岁中 乐如 水乳融 将是 走出 隧道时 作诗说 生出大岁外 顿觉 心慌快 于是 他们又恢复了 母子关系 同 以前 一样了 下边是 最后一小段 君子曰 银考书 纯孝也 爱其母 一级 庄公 诗曰 孝子不愧 永息 而泪 其 事之 为乎 君子曰 这个 是 左传的作者 借此 来 发表 自己对史诗的评论 假托 君子 君子曰 这个呢 是左传 习惯用的 评论方式 后来 二十四史中 大部分 都有 所谓 论 赞 就是在 一卷 传记 或者是 本记的 一卷之后 加一个论 加一个赞 这种呢 追 追其根源 就是从左传的 这个君子曰 开始的 就是说 左传这个君子曰 这种 体力 开创了 史书中 加以评论的 这种方式 引考书 纯效也 这个纯 是 纯效是 大小的意思 就是引考书 实在是个大小字 爱奇姆 一级专攻 爱奇姆 这番号动 一级专攻 这个诗 在这是 发 意的音 就是 言辑 影响到 的意思 这个呢 咱们在中学的时候 学的这个 夜宫号龙 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叫 溃头于友 意尾于堂 就是把脑袋 伸在窗户那 从窗户那 伸进去 然后把 因为是龙嘛 把尾巴 这个 拖到 大堂之上 这个意 和这个 在这儿的意 是 意思是相反 就是 他对母 他对他自己 母亲的爱 这个言辑道 专攻 诗约 这指的是诗经 大雅 记罪篇 孝子不愧 这个愧呢 是 就是咱们今天说的 这个 愧乏的愧的意思 就是孝子的孝道 没有穷尽 永息而泪 这个息呢 又是 刚才说的 通甲字 是赐语的意思 永远赐予 你的同类 其 是之 为乎 这个呢 大家看呢 不是正常的词序 是之为 这三个字 它的正常词序 应该是 为是 这个是呢 就代表 前面这个 这个事情 是是这的意思 那说的 就是这件事吗 这个其 在这是 副词 大概可能的意思 所以 这段 可以这么翻译 君子说 银考树 真是大孝子啊 爱他的母亲 并把爱 扩大到 装公身上 诗经上说 孝子的孝心 没有穷尽 永远 可以赐给你的同类 说的 大概 就是这种情况吧 这节课 我们就上到这儿 下集 欧 第二 听 言 海